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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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得誰的沉默 也不讓人心淡落 既然你錯過 就不能猜錯 看葉子隨風流 不在乎誰怎麼說 看窗外的夜色 鼓對著燈火 想起一首歌 讓淚水流過 碎落 碎月總是在沉默 聽不下的為夢而活 哪怕沒有解剖 只是時間不多 唯有夢還陪著我 還是會死 可是我總覺得我不能虧待你 要不然 我过不去自己类关了 以前吧 不管我对你 有什么不好 让你伤心难过的事 也并非往新人去 也不是我的本意 你放心吧 相信我一次 就一年去 等一年了 这次确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有一句句话 让我等多久都行 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 一个个儿都出嫁了 都结婚了 我就想跟你一块 很和美美的过我的小日子 跟你说话 你在看什么呢 我听着呢 这这 这一跃失太大了 请问你说什么 我听着你说什么 咱们俩以后就别再闹别扭了 咱们俩以后就别再闹别扭了 咱们互相理解 互相依靠 我只有一条 就是你不要 只顾着工作 把我一家老小全扔那一遍 我就不跟你吵架了 咱们互相理解 互相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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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条 看什么呢 告诉你 只 只要你说话 要杀要管 给你 说什么呢 我不是抹老虎 在我心里头 你们全家真是第一位的 你今天怎么嘴上抹了蜜 我都不适应 以后你慢慢适应呗 你怎么老心不在焉的呀 你怎么老心不在焉的呀 没有啊 老天爷保证我聚聚是失望的 老天爷保证我聚聚是失望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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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 那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是来这儿上班啊 不是 现在应该说是我先从这儿下着班 再到百货大楼去上班 对啊 我老师教了我很多东西 然后在百货大楼的橱窗布置上 全都用得上 但不一样的就是 我在这儿有点什么别出心裁的想法 总能受到鼓励和表扬 但是在百货大楼就不行了 一打破老套子就少责路 那这种店 是不是咱们市里争一家呀 不是 城北边还有好几家呢 总之啊 个体经营是个方向 以后这儿就会像什么 香港 澳门 巴黎 米兰 一样 到处都是个体商铺 会吗 会啊 那当然会了 我老师马上就开另外一家了 而且就在百货大楼附近 好像明年还要开什么 连锁店 连锁店 哈哈哈哈 哎 我看 这个 这个 好看吗 嗯 不错 那就是不够好 可能这个会好 嗯 然后再配上一个 这个 你觉得 怎么样 是好看 去试试吧 哎哟 我让你俩买得起这么贵的衣服 没事 哎呀 你买不起 穿着玩玩有什么的 去吧 哎呀 去呀 乖 不是 来 老师 你回来了 你朋友 好 等他一会儿试完衣服 别受他情了 好 但千万别说是我送的衣服 我 那 那我怎么说呀 傻呀 就说你送的呀 别别 老师 那我怎么回思呢 行了 别跟我下客气 啊 哎 哎 童童 跟谁说话呢 哎 没事 哎 你看 怎么样 好看了 嗯 好看 哎 对 特别好看 秦阿姨 嗯 这带鱼腌制的时候 一定要放白酒吗 当然了 白酒是去腥的 而且呀 你在炸带鱼的时候 一定要放点干粉 这样带鱼就不会粘锅了 哦 哦 干烧带鱼 你还得那个 一定要放点糖 但是不能放多了啊 李叔叔不能吃太甜的东西 给我来点水 哎 给 好 好 好了 你看啊 等锅开了以后 你就把它关到中火 这样把汤汁收浓了 就可以起锅了 哎 好嘞 佳姨 那 那这香菜呢 等出锅的时候再加呀 你李叔叔啊 就爱吃加了香菜的烧菜 所以你千万别忘了给它放啊 它的口味呢 就是偏香偏辣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菜 就按这个口味 给它适当地调配一下 很爱吃 好嘞 跟着您这两年呢 我真是长进了不少 连我妈都说 我可以当出师了 怎么样 有我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特子好吧 嗯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那怕什么 咱俩正当交往 对了 晚上我们百货大楼 有一同事要过生日 还要举办一个生日聚会 我跟你说 他们家房子可大可漂亮 是落实政策以后给的 还让我告诉你姐姐 你说我都给忘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都几点了 走 咱俩现在找她去 等会儿 那云翔能让她出来吗 不知道 你说我姐也是的 这结个婚 整得跟坐牢似的 干什么都得请示 虽说怀了赵家的后代 可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 云翔管她 就跟管负案人似的 连回个娘家 都得一步步离地盯住 那还是算了 就咱俩去吧 那凭什么呀 越是这样 越要带她出来散散心 行了 菜做好了 我先走一步 等李叔叔回来以后 你就把香菜放到锅里 盖上锅盖蒙一下 等香味出来了就可以出锅了 别忘了关火啊 好 糟了 李叔叔提前回来了 我先到厨房 你把他推到我室 我再走 好不好 李叔叔 您今天怎么提前回来了 那帮的稀友耍赖了 我一生气 必须回来了 您今天进屋歇会 我一会儿就做好饭啊 那干烧带鱼 给我做好了没有 您请好吧 包你爱吃 是啊 你咱们 tecnología 你演loo不仲若 gallery 这桶子还好吗 我不同意她去 刚才巧慧叫我们出去 我也没同意 就在这儿聊聊天嘛 王红 不是姐夫说你 你太不懂事了 你姐有孕在身 你还把她带去那种 乱一八糟的地儿 你也放心啊 姐夫 我们去的是人家家里 而且这书上也说了 这孕妇啊 多走动走动 有利于胎儿发育 闷在家里反而不好 你这理由还真多呀 这出去一次 不就意味着危险多一分吗 她这坐车要颠着了怎么办 或者走路不小心摔着 这怎么办 上市会上人那么多 挤着了 撞着了 碰着了 这你 你负得了责任吗 我们可以保证王红的安全 你拿什么保证啊 有你什么事 又不是你的孩子 你说得那么轻松 行 你干吗呢 一点颜色没有 没看这儿有孕妇吗 姐夫 自从我姐嫁进赵家 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班也不上了 娘家呢也回得少了 这知道的 是我姐过上了少奶奶的好日子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姐坐牢了呢 坐什么牢 有这么舒服坐牢的吗 每天三个阿姨轮番照顾她 我爸妈都没这待遇 还要怎么样 王红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你怎么出言不逊啊 你不讲人情也就算了 还不讲理了 我告诉你啊 我姐怕你 我可不怕你 王红 算了 你怎么回事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彤彤 你帮我带个好 你们落什么呢 落得这么热闹 爸 张叔叔 谢谢你啊 你姐姐我就交给你了 要好好照顾她 放心吧 我保证完毕归照 爸 我们请保险你了 那我们走了 好 赵叔叔再见 赵叔叔再见 好 再见 就放过来玩啊 嗯 等一下 咱们一块儿去 立志导 您点的干烧代饮 尝尝吧 看起来还不错 怎么 不好吃吗 这道菜 它本来不应该放香菜 为什么要放香菜呢 那个谁 是我 我记着您爱吃香菜来着 所以就自主主张放了些 难道是错了 这么说 你就不是照本宣科 你是按照我的口味 特意放的是吧 是怎么回事 行啊 小胡 越来越细心了 都可以跟方子比美了 不错 值得百样 值得百样 您多吃点 我去除了 瞳瞳 瞳瞳 哪烟啊 你到屋里坐吧 这烟心火了的 那到屋里干吗呀 哪里没有你 你最近人找不对劲啊 酸酶加醋的 你不嫌热呀 不嫌热 你忘了 上次下大雨 你到水窟窟那边看我 老卢他们 还给他们占房子 结果房子是空下来了 咱们俩呢 草地上滚上了 就光记得这个 你还记得什么呀你 我呀 我还记得吃的 还是不结婚好啊 不结婚就老跟偷情似的 这偷情就跟偷嘴一样 偷这一口 特别好事 这是你心里话呀 你就偷一辈子吧 那不行 还怕有人偷你呢 还有人偷我 老没瞎着眼呢 真有人惦记着呢 谁呀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有那么傻吗 告诉你一个人跑了怎么办 是谁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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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惦记着啥 真是你 小水精彩 我妈还在屋里面 我来吧 拜拜 快到妈了就是不一样 气色真好 我看到你们才高兴呀 特别想跟你们一会儿 回去上班呢 你可多了吧 天天站会台有什么好的呀 是啊 我做梦都想像你这样 天天在家行 就是 天天还有人伺候着 我们都羡慕死你了 天天待在家里多闷呀 闷就来找我们玩呀 我们正好也想知道了到 高官是怎么生活的 就是就是 好让我呀开开眼界 有什么呀 还不就是油盐酱醋 一日三餐吗 那可不一样 天天喝西粥跟天天喝鸡汤 那差别可大得去了 不不不不 借着这个啊 出事就好受了啊 我就没见过了 还有自个儿 惯自个儿啊 这辈子 到头了 他妈不是你自己 吐着喊叫爱王芳的吗 你不懂 你不懂 这个女人 是叫话不过来的 爸 你干吗跟人家结婚呀 她不是怀孕了吗 这怀孕的也是你的孩子呀 我要是不跟她结婚 她就跟那个熊猫跑了 熊猫 哪个熊猫 就摆入大楼那熊猫 活活一个熊猫 赵云翔啊 赵云翔 你这辈子是要坤鹏展翅的 居然栽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了却一生了 去你的吧 你自己就是个凡夫俗子 装什么坤鹏 卑儿 我赵云翔居然栽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赵云翔 云翔 你别得到便宜还卖关呀 这人家都说 赵云翔艳福真不浅呀 这王芳呀 可是百货大楼里的一枝花 这百货大楼里的光荣榜上 还贴她的照片呢 你别跟我提那照片啊 这怎么了 你一提起来我就生气 那是什么照片啊 刺眼睛 我讨厌了 但我不知 我现在现在的照片 我们试试一下 我认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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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彼女大吉 用心真不想 我认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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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跟他回去 他不会把你怎么样吧 没事 我现在肚子里都有孩子了 再说了 赵书记不是还在家吗 可我还是不放心 有什么好不放心呢 王侯 今天事不许跟咱爸说啊 晚点儿的话他有点耐心了 那你自己小心啊 来 你先走 吃饭了 妈 喂 这儿这是怎么了 妈妈也不回来吃饭 这都什么时候了 孩子大了 心就越来越野了 我最近发现呀 他把注意力全 放在那个傻小子童童身上了 哪还过得上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啊 你说什么的 我怎么觉得我们都不老啊 那搞对象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啊 你说是不是 别在哪儿面前瞎说呀 他耳朵不好听不见 甭管是谁的专利 反正这事肯定跟我没关系 全听见了 我们这代人哪 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现在青花样是越来越多了 我都弄不明白了 前两天孙燕跟妈说 他们招了买一个彩色电视 让我有时间呢过去看 哎呀 这有的人说我这耳朵 越来越背 那我这眼睛是不是也得 越来越花 不花不花 来 尝尝看这个咸不咸 不行 真好 哎 明天下来玩儿等我一下 我带你一个看样东西 都乱花钱 买什么 我不吃辣椒 我妈最不喜欢人说 不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 就吃吧 你就欺负他吧 妈 你都不知道他凭人怎么欺负我 来来来 说 那男的跟你什么关系 谁呀 你别跟我装傻 就是跟你说话的那个 我不认识 你胡说 人家都告诉我了 说你是百屋大楼的一枝花 好多男人都喜欢你 你妹夫也喜欢你 张云翔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我说话怎么难听了 你为什么跟他说话 拿我当什么 摆设 你不是还跟那个女的亲亲我我的吗 那副司令的女儿 我都懒得理她 我不是跟你结婚了吗 你当着我的面公开跟人调情 这就不检点 还当着我的面 你要不要脸啊 我们赵家脸都让你丢尽了 你胡说八道 赵云翔你喝多了 我不跟你说说 我当什么赵云翔的媳妇 你没有脸 我还叫脸呢 听见没有 我告诉你 王芳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我说话的时候 没你灰嘴的份 听见没有 听见没听见 不许哭 你以为你怀了孩子 我就不敢动你了 我已经人力很长时间了 你看你天天苦兮兮那样 我看着都恶心 云翔 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是不是又吵架了 没有 爸 聊天呢 方方 云翔是不是欺负你了 方方 爸 我们在聊舞会的事呢 那事就好 你们早点休息吧 你也早点休息 你也早点休息 我看到我 在哪尽 走 我 falls 我 往事終點迷茫 尋找往事足矣 往事終點迷茫 在大金色沙灘上 散開銀色月光 尋找往事足矣 往事終點迷茫 尋找往事足矣 往事終點迷茫 你到底要帶我去哪兒 搞得神神秘密的 我到了你就知道了 不過你到那兒你給我做飯 你做的一刻呢 我教你得好好做的 你就讓我給你做飯呢 你第二條 一定要想跟隨我去的 emancip 你 找爺 找爺 走 永兒 有人 為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我们一人挑一套 能便宜吗 老板 我们一人挑一套 能便宜吗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店里所有的衣服 一样 只有一件 所以比外面的店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岂止是贵一点 你这儿简直就是服装黑市店 黑市 我这里啊 是供需相接 买卖自由 你可以问问我所有店里边的客人 他们是不是宁可花多一点的钱 也愿意在我这里挑选衣服 我告诉你 市场的东西都是国家定的价 你他妈乱标价还打得劲 可以不吗 老板 老板便宜点卖给我吧 等我高兴的时候 他今天说的话 听着不高兴 你还不高兴啊 你干嘛呢 他还不高兴啊 你还不高兴啊 你还不高兴啊 你等着 老子把你店给你砸了 出去 让你看看什么 什么是不高兴 出去 你出去 送来 匹子 这些代价 是我们各地经营者都要付的 老师 他们要是真来砸了怎么办 那就找另外一帮匹子收拾他们 这是我在大墙里边学到最聪明的做法 以恶指望 来 行吧 满意吗 你真行啊你 把这房子搞得那么土啊 什么话呀 怎么会土的 你看看这花 这年花 看我是农村出来的 你看年花 喜字 什么都有了吧 没关系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咱们可以重新装 装什么呀 咱们又不住这儿 这是我们的洞房 洞房 对啊 我反复考虑过了 还是啊 要先和你结婚 要不然 我真不想再让你等一年 真的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咱不是说好了吗 等房子分下来就结婚 怎么突然变卦了 不是变卦了 房子你听我说 你不是说了吗 咱们这年龄一天比一天大 多等一天 那就大一岁呢 当初苦苦婆心地劝我等的是你 现在那么着急结婚的也是你 你说你是不是莫名其妙 什么莫名其妙啊 真等我就是不想等了 说吧 什么原因 我不都说了吗 不想等 我知道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要不是因为一些特殊情况 是不会突然变卦的 你怎么又不相信我了呢 你是不是又把那套房子 给让出去了 没有啊 绝对没有啊 那你被撤职了 人家不给你分房子了 我向你保证 明年一定分给我们一套新房 那到底因为什么呀 我就想急着把你娶进来 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吗 那也不能那么着急 结婚那么大的事 怎么能那么草率呢 你一高兴脑子一热 把房子让出去了 我住哪儿你也不管 脑子再一热 弄那么一个破屋子来 我就得搬进来啊 破屋子 破屋子 方子 你说这是一个破屋子 方子 这是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住处 因为我在这儿知道 世界上还有一个女人 真心实意地爱着我 你知道吗 这间破屋子 对你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你看看 你看这柜子 你看这柜子 这是我在水库工地 抽空自己做的 那个时候我就想 如果我这生人还有幸的话 和你一块儿用它 对不起 我用词不到 咱不说过了吗 什么事都要好好商量 你看你又一股心自恶主张 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 你就是这样 你说咱们要是结婚 这家具是不是得换一换 这窗帘啊 床带啊 是不是弄漂亮点 咱们得折腾一遍吧 等新房子分了再折腾一遍 这不劳命伤财了吗 何必呢 咱不如一次到位 说到底你不就嫌这儿破呗 那天在甜品店 是谁说要风风光光地取我 让我住到一个漂漂亮亮的新房里 你说过的话你都给忘了 没忘 就是 那你现在做的这些事 是你想要的 我不是不得已 你看看 还是有原因 说吧 什么原因 方大 相信我 我做的一切绝对是为咱们两个好 你今天不告诉我实话 我还真就不答应了 如果我不告诉你 就不和我结婚 至少现在不 那你走吧 我不会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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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走 好 好 我告诉你 那天在甜品店 我看到了一个 二十年前的熟人 谁 他姓戴 丽金服饰店是他的 那些哥也是他的 你说 带吃了呀 你就是因为这个 弄的这个房子 想跟我结婚 你可真会瞎琢磨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乃世良很多年以前 就已经死了 死了 他被抓起来以后 给他洗了很多洗 都被退回来了 后来我得到一个噩耗 说他死在监狱里了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那天我看到的明明是他 你肯定是看错人的 方子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他还活着 你别问我这种问题 即便他还活着 我跟他也早已经结束了 会结束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他确实还活着 而且还回着 我是怕万一 你见到他心里会乱 我也一定会嫉妒 方大 我知道 这么多年了 你在心里 你一直给他留着一个位子 一直给他留着一个位子 路上能信 不送你了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可以明确地决定 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 好 我可以明确地帮忙 我可以明确地决定 你明确地决定 我多可爱 妈 还不睡 妈 你看什么呢 这么专注 吓死我了 你干吗呀你 我叫您了 你是没理我 你叫我了 嗯 没听见 妈 我的天 这卡子都绣成这样了 该换换了 回头我给你买个新的 现在到哪儿去买这种 手工做的发枪呀 我的家庭真可爱 真姐妹 里有安康 兄弟姐妹很和气 父亲母亲都慈祥 虽然没有好花园 春蓝秋会长飘香 虽然没有大平堂 冬天温暖夏天亮 我们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情必天长 我们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情必天长 我们不能离开你 你的恩情必天长 您的恩情